横扫千军 江泰公钓鱼 更普通的打法就是叫 敲 砍 洞 而且打起来的时候 我们拍的电影 为了拍电影 我们就会打很漂亮 点滴 这种东西转下来 这样子 哇 这个步法的 动法就很要紧 还有种叫刀法 刀的砍法大家 砍 这搞得强 能够准确地把人造血喷到镜头上 难怪成龙得意地说 他是一流特技人 其实太学兴了 在成龙的作品之中 很少看到血花四肩的暴力镜头 设计以寡敌重 处杂而紧错的动作场面 才是他的首本 在以前来讲 很多人 不管围之你多少来讲 一打的时候 只有两个人在打 这两个人在打之后 后面的三个五行也好 十个五行也好 他们会在后面动来 动去动来 等到我把这个 打跑了 另外这个上来 就打另外这个 另外那两个就在动 我把这个也打跑了之后 弄完这个上来 把这个打跑之后 弄完这个上来 砰 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东西 在这段成龙早期演出的电影片段之中 正如他所说 武打演员都在后面做样式 显得很不自然 除了我身为一个武士指导也好 一个导演也好 很怕十个人或者四个人一起在打 传统的武打场面设计 没有充分利用镜头和简洁技巧 在成龙的动作设计之中 完全改变了这个弱点 起码第一个镜头 四个击打之后 再把他们分下来 之后我们换了机器角度之后 情愿看不到的 把他们拨走 不要在后面 这样子走来走去 一拳一脚 起码是同时的 你看 他这样踢我 起码他踢我 我踢他 他在上 我躲这个 我已经在这边了嘛 对不对 我情愿把这三个 毙掉 就两个人 那观众起码看不见 一个人在后面打 好 一拳之后 这个上了 这种就是利用镜头 还有利用观众 那个 相信我是在打四个 是不动